讲师透过简报先介绍今天要运用的媒材 照顾者书邀课程以绘画为主题 盼能透过回撒色彩释放照顾压力 课后将创作成品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同时透过照顾者间的彼此交流 提升自身能量与知识感 这些长者们他们平常有的时候 是在家里面照顾一些身心障碍的一些家人们 那有时候他们的压力可能没有办法来做书解 那我们就是透过今天的课程 它是一连串的从介绍怎么样使用压力的流动化 一直到这个压力干的这个过程里面 还有跟他们预备这个下午茶的一个时间 放空当下不刻意去想要画些什么 让直觉代替思考 最后的成品往往出乎意料 透过压力的流动化以及下午茶点心 让与会的民众了解与感受 颜色和画画可以疗愈身心灵 让他们知道说原来颜色跟这个画画 可以抚育疗愈人的身心灵 你也可以透过喝杯咖啡喝杯茶 然后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吃个甜点也能够让你的心情可以放轻松 县议员唐小芬表示 照顾是劳心又劳力的工作 这也让照顾者必须忽略自己的需求 才能全神贯注照顾家人 感谢主办单位安排相关的课程 帮助照顾者在漫无止境的照顾中疏解压力 增强身心障碍照顾者的能力 那其实我们家里有身心障碍者 其实对家庭来讲负担都非常的重 不管说是身心障碍者本身 或者是照顾者或者被照顾者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相信说照顾者 其实他们也非常的辛苦 在心情上面 有时候也非常的郁闷 那希望说透过这些的授课 我相信说对于他们将来 照顾这些身心障碍者 一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能够说舒缓他们的心情 照顾家人辛苦 需要一小段暂时抽离 为自己充电的时间 绘画数要活动大获好评 不少照顾者表示 在活动中重新找回照顾自己的力量 记者红一轮草屯采访报道